这是一起惨绝人寰的连环间杀案 女孩遭受侵犯后不但被人杀害 下体还被塞入一颗拳头大小的水泥桃 法医事件时从女孩体内取出的义务 听接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桃子 由此可以推断出 凶手先是将桃子硬生生塞入女孩下体后 再利用某种工具将其弄碎在女孩体内的 而凶手之所以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付女孩 仅仅是为了嘲讽韩国警察的无能 虽然他已经犯下无企间杀案 可警方依旧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他们找到的唯一一条线索是 每次在案发前地方电台都会播放一首 名叫伤心情书的歌曲 就在老宋等人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 警局里的景花突然打来电话 说他找到了昨晚在电台点个人的信息 于是老宋几人当即就根据景花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正在工作的朴新龟 当徐组长看到朴新龟细嫩的手时 他瞬间就断定眼前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凶手 加上朴新龟是个刚退伍不久的军人 这就表明他拥有绝对的作案能力 而更加巧合的是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去年9月 时间正好是朴新龟回来后的第一个月 加上昨晚的歌曲也是他点的 一瞬间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朴新龟 然而在警方这种强有力的指控下 朴新龟却坚持否认了他杀人的事实 而警方由于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将朴新龟放了出去 感觉凶手就在眼前 可他们却无能为力 就无疑再一次挫败了老宋等人的意志 就在几人不知接下来该从何处下手的时候 法医那边却突然传来了好消息 他在死者的医务上发现了男人的体验 这肯定是凶手作案实意外留下的 现在只需要拿这份体验和朴新龟的DNA做匹配 就能确定朴新龟到底是不是凶手 可棘手的是 现在的韩国并没有基因检测技术 他们只能将样本送往美国检测 而在结果出来之前 警方只能在暗地里跟踪朴朴新龟 防止他再次作案残害其他女孩 但接连好几天的监视 让刑警老徐也感到了疲惫 这天他只是在车上打了个盹 朴新龟就消失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在一个树林里 一个女孩正被人捆绑着四肢 抬着往山顶中去 到达目的地后 凶手就将女孩放在地上侵犯了他 第二天 女孩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他的死状极其惨烈 连法医看了也忍不住在一旁偶扑起来 同之前的几名遇害者一样 女孩衣衫不整地被凶手反绑了四肢 下体被凶手插入了一只钢笔和勺子 看着女孩的惨状 老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呼 他怒气冲冲地就找到了条新龟 然后一把就将他拽到了铁骨上 接着拿出手枪就要威胁他承认犯罪事实 虽然条新龟被打得满嘴是行 但他依旧眼神坚定地不肯承认是他干的 见此情形 老徐打开配枪保险栓 就准备闭了眼前这个人渣 但在千军一发之际 老宋拿着基因检测报告就冲了过来 本以为拿到报告后就可以给条新龟定罪 不料当他们看到检测结果时 却发现体液跟条新龟的DN并不体内 而这就意味着条新龟可能真的不是凶手 但此事的老徐早已发疯 他觉得这份检测报告肯定有问题 因为昨晚女孩是在条新龟消失后才遇害 不可能所有的巧合都发生在条新龟一个人身上 于是老徐随即就拿出手枪准备击毙他 但是理智的老宋却将他拦了下来 他不想让条新龟像傻子白光浩一样成为真凶的T对摇 而从条新龟坚定的眼神中 办案十几年的老宋第一次看不出真假 随着一辆火车的呼啸而过 条新龟也慢慢消失在了眼前的黑洞之中 而随之消失的 还有这起连环奸杀案的真相 这是韩国在80年代真实发生的华城连环杀人案 在2003年电影拍摄上映时警方也没有抓到凶手 直到2019年警方经过DNA匹对时 发现在1994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的李春子 竟和华城连环杀人案的真凶是同一人 但是由于那些案件早已过了法律追溯期 李春仔至今未被判处死刑 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之中